我先講解一下我們等一下的一個 跑的一些動作這樣子 等一下在跑的時候呢 請麻煩各位注意喔 你的眼睛喔 如果是不要平視前方太遠 大概是平視前方 30公尺的地上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你的下巴才不會提起來 30公尺的地上 所以你會輕鬆的收下巴 那你的肩膀呢 在手擺動的時候對不對 不要慫起來 不要往前 不要往後 這樣子放輕鬆 什麼叫放鬆 可能不太懂對不對 你慫肩 慫高一點 再高一點 放鬆 這個就叫做放鬆了 好不好 那接下來呢 當我們手在擺動的時候對不對 我的小臂往上收的同時 手指頭放鬆 手腕放鬆 只有收中 輕鬆的往上收 這個動作 很多人會這個樣子喔 你看小臂一收上來的時候 肩膀就起來了 OK 就只有小臂收上來 兩隻手都是一樣 接下來在擺動的時候 在擺動的時候就要注意囉 如果我把人中間切一半的話 我的拳頭在擺動的時候呢 不會超過身體的中心線 為什麼不會超過身體的中心線 如果超過身體中心線的話 當我腹背肌有力氣的時候 我還可以這樣子做 當我沒有力氣的時候 會怎麼樣 就左右旋轉了 好不好 那另外呢 在擺手的時候對不對 你要注意喔 我上來的時候 是不要超過身體中心線 但往後推的時候呢 是手肘 左手肘微微的往左外側 右手肘微微的往右外側 去做這個動作 當然不是往外開喔 是這樣子 輕鬆自然 輕鬆自然 好不好 那另外我們的軀幹 從髖關節 連著軀幹 到頭頂 做一個向上向前的動作 向上向前的動作 所以跑不起來就不會這個樣子 OK 好 大概稍微抓住這幾個重點 好不好 應該不會太難 大家加油 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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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